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力专业毕业后盼望着凭自己的努力 能够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找份好的工作引起白富美走上人生的巅峰 但事已愿违 男主来到大城市后是越混越差 因为先天性纯恶劣的原因 男主这些年遭受到各种歧视 只能沦落到在滩厅打工 找工作面试也是屡战屡败 现在房租都欠了房东两个月 但男主依然坚守在这里 发誓混不出个人样 绝不回乡 所以男主十年都没有回过家 甚至和家人的联系也是屈指可数 只可惜男主这次的面试又失败了 心灰意冷的男主在这个时候 接到了女主打来的电话 说男主的父亲去世了 让男主赶紧回家 我们的女主是男主的前女友 当初男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成就 配不上漂亮的女主 所以主动提出了分手 在接到女主的电话后 男主很快回到了家中 这里是个很安静的小镇子 周围的邻居 儿时的伙伴 一切似乎没有任何的变化 在见到自己的母亲时 男主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男主的母亲也是不冷不热 毕竟离家这么多年 双方都有些身疏 接着男主开始收拾父亲的遗物 发现了好多自己小时候 帮父亲挑选的古董 这也勾起了男主深深的回忆 就在这时 一个类似骨灰罐的东西 吸引了男主的注意 这个骨灰罐古色古香 充满了神秘的异族宗教气息 男主赶紧上网查询 得知这个东西很珍贵 算是个古董 准备再往下查看时 电脑却被一股强电流 给弄成了黑瓶 心烦意乱的男主 男主在家门口遇到了自己 儿时的伙伴胡子哥 两人相谈甚欢 男主谈起了这些年自己的不如意 而胡子哥也认真倾听 喊不时的鼓励男主要振作 真是好基友一辈子呀 接着第二天的夜里 男主来到了酒吧喝酒解闷 然后遇到了女主的现任男友 警察哥 这个警察哥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 经常对女主实施家暴 而且警察哥对自己的前辈 也就是男主一点都不友好 几次三番的言语挑衅 总之就是说男主没钱没地位没女人什么的 男主一气之下 跑到了镇子里的杂货店去买彩票了 结果居然中了五百美金 要说我们的男主从小就运气差 连瓶饮料都没有中过 这可真是斜了门了 而最重要的是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我们的男主仿佛踩上了狗屎一般 好运连连几乎是说什么就能实现什么 不过乐极深悲 在这天的夜里 男主在街上溜达 然后被急迟而来的汽车狠狠地给撞了 肇事司机小黑是被吓坏了 赶紧送男主去医院 经过抢救总算脱离了危险 谁知男主这次却因祸得福 经过这么一撞 居然把先天性纯恶劣给撞好了 望着镜子中这张帅气的脸 男主知道自己的人生巅峰要来了 不过这边的小黑可就没那么幸运 小黑找到了男主 除了表示慰问和歉意 还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原来小黑和女主是多年的好朋友 但警察哥却因为吃醋 一直怀疑两个人有一腿 小黑觉得警察哥会利用这次车祸整自己 小黑希望男主能够帮助自己 最起码也不要火上浇油 男主倒是个厚道的人 在这看待女主的面子上就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果然成为了男主的巅峰时刻 变率的男主先是和母亲紧张的关系变得融洽 老太太竟然笑容可居的为男主准备起了早餐 让我们的男主受宠若惊 接着男主又征服了自己的前女友 两人旧情复燃 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来了场不可描述 这可真是如鱼得水事事顺心啊 男主想想自己走了这么多年的辈子 终于咸鱼翻身了 可是看看自己现在的美好生活 想到还没有来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 男主的心碎了 男主想要的是父亲还活着该有多好啊 夜里男主把自己一肚子的心事 又讲给好既有胡子哥听 那男胡子哥又给了男主鼓励和安慰 说男主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 不料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在这之后的一天傍晚 当男主回到家中时 发现母亲正抱着一个男人跳舞 当这个男人转过头来时 竟然是男主死去的父亲 父亲居然真的复活了 只是这个复活的父亲 看起来非常阴森恐怖 就像僵尸一样 男主终于感觉到了这其中的不对劲 因为这件事完全不符合科学 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里面一定有恶灵在作祟 接着男主赶紧去胡子哥家商量对策 不料却得知了一件更诡异的事情 胡子哥的家人告诉男主 胡子哥已经死了一年多了 就埋在村头的坟地里 站在胡子哥的坟头前 男主第一次崩溃了 这一个礼拜陪自己的到底是谁呢 这时胡子哥忽然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男主一下想明白了 胡子哥就是那个恶灵 最近发生的一切事情 包括父亲复活都和恶灵有关 看到男主猜出了真相 化身胡子哥的恶灵笑了笑就消失了 男主连夜找到女主 经过分析认为这个恶灵肯定和家中的那个骨灰罐有关 于是两人找到了男主父亲身前的好友光头书了解情况 光头书说这个骨灰罐确实有问题 只不过当时男主的父亲不信邪 觉得这个罐子很精美执意要带回家 然后光头书又给了男主一个联系方式 是骨灰罐上一任的买主 男女主赶紧按照地址找到了这个人 是个白发老头 呃等等 这个白发老头怎么这么熟悉 没错就是影片开头 弹死自己妻女的那个老头 老头并没有死 而是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而更离奇的是 老头为了避免许愿 竟然亲手割下了自己的舌头 而为什么老头这么害怕许愿呢 原来当初得到这个骨灰罐的时候 老头也是顺风顺水 可是后来老头也发现 有些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居然也实现了 经过查阅各种历史文献得知 这个骨灰罐来源于古代西亚一带 具有邪恶的魔力 在实现你七个愿望之后 就会夺走你的灵魂 而且这个罐子会控制你的思想 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许愿 老头为了避免灵魂被夺走 就割下了自己的舌头 但不知为何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也就是影片开头那起恐怖的凶杀案 在离开精神病院后 男主很担心 因为自己已经实现了五个愿望 现在还差两个 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恶灵的控制下 男主的母亲上吊自杀了 目的就是逼迫男主许愿 但男主异常的坚定 宁可吞枪自杀 也绝不将自己的灵魂交给恶灵 现出恐怖真身的恶灵 似乎无计可施了 就在这时 警察哥忽然不请自来 质问男主是不是和女主有一腿 并且以继续虐待女主为妖邪 愤怒的男主对警察哥说 希望你永远不能再伤害女主 这时 警察哥忽然露出了诡异的一笑 然后告诉男主 这就是男主许的第六个愿望 画面一转 恶灵变身女主的样子 来到了小黑这边 然后告诉小黑 警察哥将以罪嫁起诉小黑 让小黑坐牢 小黑一听就很生气 去找警察哥对质 在恶灵的挑拨之下 小黑开枪误杀了警察哥 接着慌乱中又开枪打中了女主 女主也领了盒饭 随后小黑也在绝望中开枪自杀了 果然第六个愿望也实现了 施暴者和受虐者都死了 确实是不能够再伤害女主了 而赶到这里目睹这一切的男主悲痛欲绝 这时恶灵的真身再次出现 男主没有害怕 而是咬牙切齿地许下了第七个愿望 希望自己在那场车祸中死去 接着在恶灵的嚎叫中 画面回到了男主出车祸的时候 这次男主真的被小黑给撞死了 一切似乎以男主的胜利结束了 紧接着画面又一转 男主从床上惊醒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啊 可当男主向镜子中一看 却绝望地嚎叫了起来 原来男主还是被恶灵拿走了灵魂 被永远地困在了镜子的世界中 时间回到了多天之前 因为男主被小黑撞死了 所以时间线都被改变 男主的母亲没有自杀 女主和警察哥也都活着 而影片的最后 男主的母亲在整理父亲的遗物 然后将精致的骨灰罐当古董送给了女主 女主也满心欢喜地接受了 只是不知道等待女主的又会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